第八十四回,吴月娘大闹碧霞宫,曾经诗化缘雪剑洞。诗约 一字当年折凤凰,至今情绪激黄黄。盖棺不作恒金妇,入地还从折贵郎。 彭泽小燕归宿梦,萧香夜雨断愁长。新诗写向空山寺,高挂云帆过玉章。 说话一日,吴月娘请将吴大舅来商议,要往泰安州顶上与娘娘进香,因西门庆并重之时许的怨心。 吴大舅道,既要去,须是我同了你去,一面备伴相逐纸马祭品之物,戴安,来安而跟随,雇了三个头口,月娘便做一城暖教,吩咐孟玉楼,潘金莲,孙雪娥,西门大姐,好生看家,同乃子如意儿。 众丫头好生看笑歌。后边一门吴室早早关了,休要出外边去,又吩咐陈静己,休要那去,同赴伙计大门守看顾。 我约莫到月尽就来家了,十五日早晨烧纸通信,惋惜辞了西门庆灵,与众姊妹至久作别,把房门,葛库门房钥匙交付与小玉拿着。 次日早午更起身,离了家门,一行人奔大路而去。那秋深时分,天寒日短,一日行成六七十里之地。 未到黄昏,头客店村房安歇,次日再行。 一路上,秋云淡淡,寒雁漆漆,树木凋落,景物荒凉,不胜悲怆。 话羞饶蛇。一路无辞,行了数日,到了泰安州,望见泰山,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,跟盘地角,顶接天心,居其鲁之邦,有炎炎之气象。 五大就见天晚,头在客店歇宿一宵。 次日早起上山,望带岳庙来。 那带岳库就在山前,乃垒朝四点,历带风扇,为第一庙茂也。 但见! 庙居带岳,山镇乾坤,为山岳之尊,乃万福之领袖。 山头一砍,直望若水蓬来,绝顶攀松,都是浓云薄雾。 楼台森耸,金屋展翅飞来,殿雨棱层,玉兔腾身走道。 雕梁画洞,碧瓦朱颜,凤飞亮阁硬黄沙,归备绣帘锤锦带。 摇关圣相,九列五顺目摇眉,静观神颜,滚龙袍汤奸宇备。 玉香不断,天神飞马报丹书,祭祀一时,老幼望风其护福。 嘉宁殿祥云相矮,正阳门锐起盘旋。 正是,万民朝拜碧霞宫,四海归依神圣地。 吴大舅领月娘到了戴月庙,正殿上进了乡,瞻拜了圣相,庙柱道士在旁宣念了文书。 然后两郎都烧化了纸钱,吃了些斋食。 然后领月娘上顶,登四十九盘,攀腾兰阁上去。 娘娘金殿在半空中云烟深处,约四五十里,风云雷雨都望下观看。 月娘众人从尘牌时分待月庙起身,登盘上顶,至身时以后方道。 娘娘金殿上朱红牌匾,金书,碧霞宫三字。 进入宫内,沾里娘娘金身。 怎生模样? 弹剑 头碗九龙飞凤济,身穿金缕降霄衣。 蓝田玉带叶长居,白玉归章,镜木,彩绣。 脸如莲恶,天然眉目应云环,纯似金珠,自在归魔端血体。 犹如王母燕瑶尺,却似嫦娥离月殿。 郑大仙云苗不救,威严形象化难成。 月娘粘败了娘娘先荣,香岸边立着一个妙柱道士,约四十年纪,生得五短身材,三六姿虚,明眸固齿,头戴三观,身体降服,足灯云吕,向前替月娘宣读了还院文书,金炉内住了香,焚化了纸马金银,令小童收了寄贡。 原来这妙柱道士,也不是个首本分的,乃是前边戴月妙礼金住持的大徒弟,姓时,双名博才,即是个贪财好色之辈,驱使懒世之徒。 这本地有个阴太岁,姓阴,双名天息,乃是本周之周高连的七弟。 长领许多不误本的人,或张公鞋蛋,千架鹰犬,在这上下二宫,专一缩看四方烧香妇女,人不敢惹她。 这倒是石伯才,专一藏肩蓄炸,替她转幼妇女道方丈,任意奸淫,娶她喜欢。 因见月娘生的滋容飞俗,带着校官,若非光护娘子,定是豪家闺眷,又是一位苍白孜然老子跟随,两个家童,不免向前起手,收谢神福,请二位施主方丈一查。 吴大舅便道,不劳生寿,还要赶下山去,伯才道,就是下山也还早礼。 不亦时,请至方丈,里面糊得雪白,正面放一张芝麻花座床,柳黄锦杖,香挤上供养一幅冻斜细白牡丹图画,左右一对联,大书者,两袖清风武贺,一宣明月谈经,伯才问吴大舅上姓,大舅道,在下姓吴,这个就是舍妹吴氏, 因为夫主来还相怨,不当取扰上宫,伯才道,既是另亲,据言上座,他便主位坐了,便叫徒弟看茶。 原来他手下有两个徒弟,一个叫郭守清,一个明郭守礼,皆十六岁,生的标志,头上戴青段道计,身穿青卷道服,脚上凉鞋镜袜袜,浑身香气席人。 克制则递茶递水,蒸酒下菜。到晚来,背地便拿他解馋甜馅。 不易时,手清,手里安放桌,就摆摘上来,都是每口甜食,蒸叠饼散,各样菜书,摆满春台。 每人送上甜水好茶,吃了茶,收下家伙去。 就摆上暗酒。 大盘大碗摇转,都是鸡鹅鱼压上来。用琥珀香斩,满饭金波。 吴月娘见酒来,就要起身,叫戴安进前,用红漆盘托出一匹大布,二两白金,与石道士做制谢之礼。 吴大就便说,不当打脚上弓,这些威礼制谢先掌。 不劳剑刺久时,天色晚来,如今还要赶下山去,荒得石薄财致谢不已,说,小道不财,娘娘福音,在本山碧霞宫做个住持,仗赖四方钱粮,不管待四方财主,做何向下使用。 金疗被粗斋薄转,到返劳剑刺厚礼,使小道却之不公,受之有愧,慈谢再三,方令徒弟收下去。 一面刘月娘,吴大就做,好歹作片时,略饮三杯,尽小到一点薄情而已,吴大就见款刘恳妾,不得已和月娘坐下。 不宜时,热下饭上来。 使道士吩咐徒弟,这个酒不中吃,另打开昨日徐之府老爷送的那一坛透瓶香和花酒来,与你吴老爹用不宜时,徒弟另用热壶筛热酒上来。 先满针一杯,双手递与月娘,月娘不肯接。 吴大就道,舍妹她天性不用酒,博才道,老夫人一路风霜,用些何害? 好歹浅用些,一面倒去半钟,递上去与月娘接了。 又针一杯递与吴大就,说,吴老爹,你老人家是用此酒,其味如何? 和,吴大就饮了一口,绝香甜绝美,其味深长,说道,此酒甚好,博才道,不瞒你老人家说,此是青州徐之府老爹送予小道的酒。 她老夫人,小姐,公子,年年来,戴月庙烧香见教,与小道相交集后。 她小姐,衙内又记名在娘娘未下。 见小道立心平淡,殷勤香火,一味至成,甚是敬爱小道。 长年,这戴月庙上下二宫前粮,有一半征收入库。 近年多亏了我这恩主徐之府老爹提奏果,也不征收,都全放常住用堵,侍奉娘娘香火,与者接待四方相克,这里说话,下边戴安,来安,跟从教夫,下边自有作储,汤饭点心,大盘大碗酒肉,都吃饱了。 吴大就饮了几杯,见天晚要起身。 博才道,日色将落,晚了赶不下山去。 躺不气,在小道方丈全素一消,明早下山从容歇,吴大就道,争奈,有些小行李在殿内,成孔一时小人罗造,博才笑道,这个何须挂意。 绝无丝毫插持。 听的是我这里进乡的,不拘村方店面,闻风害怕,好不好,把店家拿来本周来打,就叫他寻贼人下落,吴大就听了,就坐住了。 博才拿大钟针上酒来。 吴大就见酒厉害,便推醉更衣,遂往后边隔上观看随喜去了。 这月娘觉身子乏困,便在床上侧侧儿。 这时博才一面把房门拽上,外边去了。 月娘方才床上歪着,护厅里面响亮了一声,床背后,指门内,跳出一个人来,淡红面貌,三柳自虚,约三十年纪,头戴甚清金,身穿紫锦裤衫,双手抱住月娘,说道,小声音天兮,乃高太守七弟。 久闻娘子乃观豪宅眷,天然国色,丝目如可。 金记皆英雕,乃三生有幸,躺蒙见莲,死生难忘也一面,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欢。 月娘虎得慌作一团,高声大叫,清平世界,朗朗乾坤,没事把良人欺世,强霸拦在此作甚,就要夺门而走。 被天息抵死懒挡不放,便跪下说,娘子晋升,下顾小生。 恳求连允,那月娘月,高声叫得紧了,口口大叫,救人,平安,待安听见是月娘声音,慌慌张张走去后边阁上,叫大舅说,大舅快去,我娘在方丈和人和口里,这吴大舅慌得两步,坐一步,奔到方丈推门,那里推得开。 只见月娘高声,清平世界,兰烧香妇女在此作甚吗,这吴大舅便叫,姐姐修慌,我来了,一面,拿石头把门砸开。 那阴天息见有人来,撇开手,打床背后,一溜烟走了。 原来这十道士床背后都有出路。 吴大舅砸开方丈门,问月娘道,姐姐,那丝玷污不曾,月娘道,不曾玷污。 那丝打床背后走了,吴大舅寻道士,那十道士躲去一边,只教徒弟来知调。 大舅大怒,贺令手下跟随戴安,来安儿把道士门窗户壁都打碎了。 一面保月娘出离碧霞宫,上了轿子,便赶下山来。 约黄昏十分起身,走了半夜,方到山下客店内。 如此这般,告殿小二说。 小二叫苦连生,说,不何惹了殷太岁,她是本周之周相公妻帝,有名殷太岁。 你便去了,安开殿之家,定遭她凌辱,怎肯甘休,吴大舅便多与她一两殿前,取了行李,保定月娘轿子,急急奔走。 后面阴天吸气不舍,率领二三十贤汉,各执腰刀短棍,赶下山来。 吴大舅一行人,两城坐一城,约四更十分,赶到一山洼里。 远远树木丛中有灯光,走到跟前,却是一座石洞,里面有一老僧顶竹念经。 吴大舅问,老师,我等顶上烧香,被强人锁赶,奔下山来,天色昏黑,迷宗失路至此。 敢问老师,此处是何地名? 从那条路回德清河县去,老僧说,此是戴月东风,这洞明患雪见洞。 贫僧就叫雪洞禅师,法明普敬,在此修行二三十年。 你今欲我,时乃有缘? 修往前去,山下狼虽虎抱极多。 明日早行,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县了,吴大舅道,只怕有人追赶。 老师把眼一观说,无妨,那强人赶至半山,已回去了,因问月娘姓氏。 吴大舅道,此乃无媚,西门庆之妻。 因为夫主,来此尽乡。 得欲老师搭救,恩有重报,不敢有望,于是在洞内歇了一夜。 次日天不亮,月娘拿出一匹大布谢老师。 老师不受,说,贫曾只化你亲生一子做个徒弟,你一下何如,吴大舅道,吴妹只生一子,指望成继佳业。 若有多余,就欲老师做徒弟月娘道,小儿还小,今才不到一周岁, 如何来的,老师道,你只许下,我如今不问你要,过十五年才问你要礼月娘口中不言,过十五年再做礼会,遂含糊许下老师。 一面做此老师,竟奔清河县大道而来。 正是,世上只有人心歹,万物还叫天养人。 但交方寸无诸恶,狼虎从中也立身。